认识 认识 我看 你就是吃醋了 滚 李萱 李萱 给你介绍一下 朱组长的朋友 知名画家田修竹 著名的 认识 田老师 他 他就是这种风格 特别冷 没事 你 您喝喝 好好好 您要是觉得不行 我再给您加点奶 好好好 谢谢啊 我都通关了 怪不得 都有闲工夫做其他事了 小主哥 我们要开始忙了 你要不先回去啊 行 那我一会几点来接你啊 不用 你是陪我出来的 阿姨还等着我们呢 对啊 那你五点过来吧 好 那我先走了 走 不打扰你们工作了 对 谢谢 谢谢 田老师 您不吃了 不吃了 不吃了 谢谢你的好意 谢谢 我先走了 您就这么走了 我 我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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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朋友你也送一下 你还要去 他有事慢着我 没事 常常来啊 说吧 是因为丁妹吧 人家叫朱韵 果然是因为她 我就知道 怎么 见她当画家了 别跟我提她 好好好 我不提 我不提 你就真的不在乎了 警告你啊 少教训我 拿枪拿吊的 事业问题 你是高手 我就不帮倒忙了 但是感情的问题 说实话 你还以我之力 当初是你把弟妹赶走了 一次不行还来第二次 怎么伤人怎么来 你怎么就知道 她不能在你身边陪着你呢 你这么自私地把她赶走 你有问过她的想法吗 那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身闷气 那你怎么不去问问她 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画家在一块儿 我问她 你让我问她这些 怎么问 你太偏执了 你要知道 你当初没有给任何人机会 你只为自己做选择 所以你不知道那段时间 别人是怎么度过的 我不知道她还爱不爱 但有一点不知道 如果你现在有什么目标的话 她会是全世界最不计代价 你是最有能力能帮到你的人 在这件事情彻底解决之前 我不会再想这些了 那她还想不想 她跟你不一样 她容易钻死胡同 尤其在你俩的事情上 如果真的不可能 就别让她误会 也别让她错过属于自己的机会 你知道 你的温柔对她来说是把双刃 她一旦感觉你也放不下 那就很难跳脱这个漩涡了 谁说我放不下呢 那你来着干嘛 那你来着干嘛 我看 那你就吃醋了 滚